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小的六妹成长为一个孩子的母亲 不只拍自身喜爱且擅长的时装文艺古装黄微调 也迫于现实接下古装武侠的重任 曾和哥哥雷震与导演袁秋风组办电影公司 却又因字数不懂制片而自认退出 十年间 乐地的转变业难尽 不变的人士影迷对她与日俱增的喜爱 1968年5月1日 乐地访台不再是空穴来风 报纸刊出影星乐地定名返国的实锤消息 终于判了多年的驻英台 要来台湾了 1968年5月2日 乐地与好友老牌影星欧木兰 结伴来台 下机后预定在台北松山机场贵宾室 举行记者招待会 接受平面与电视媒体专访 飞机到达前 松山机场附近一集满影迷 落地后 行警更得将玻璃门上锁 以防场面失控 隔着重重人墙 从西风看见乐地的女学生 发自内心喃喃 比电影上的乐地还要美 记者为描述乐地首度踏上祖国土地的历史画面 指出浑身解数细细描述 慎重程度 丝毫不需一年后的阿姆斯状登陆月球 乐地穿着淡黄色的洋装 淡黄色的耳坠 淡黄色的高跟鞋 隆起的头发上 还有一只淡黄色的蝴蝶结 配上松山机场背后的翠绿山巒 再衬上蔚蓝天空 乐地这身打扮 加上它那瘦削却又匀称的身段 显得更突出 由于接机人数远超预期 记者会紧急由机场接待室转往他处 经过近一个小时折腾 才改于国宾饭店12层的摘星楼举行 乐地接受记者联访时 得体的言行优雅的举止 搭配不善打太极拳的职场子 令现场记者引迷印象深刻 对于工作家庭到复杂的婚姻问题 都是尽己所能 诚恳以告 有人转告在台拍片的陈厚本也有意接机 担心被误会自作多情才作罢 乐地听后淡然回应 我真的想看到他 一年多都没有见面了 应该像个老朋友似的畅谈一下 又有人提及陈厚暗示想重修就好 表示很想念过去的日子 他以冷静语气答 他不可能这样说的 我跟陈厚绝不可能再在一起 假使他针对我好的话 我们的婚姻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记者尽管明显地感觉他 似乎很不愿意谈到失败的婚姻 却还是忍不住旁敲侧击 相较平面媒体能够你一言 我一语慢慢聊 仅有数分钟篇幅的电视媒体 可没时间寻寻善诱 代表台式专访乐地的记者盛竹如 只是一有所指问 您的生活情形是不是还很好 乐地浅笑点头 梅雨间有几分人在江湖的感慨 类似的感情问题屡屡出现 乐地时而巧妙时而坚决 唯一不变的是复合无望的态度 她坦言自己是很重感情与婚姻信诺的人 希望的是一个忠实和重视她的丈夫 无奈事与愿违 当然一切都得忍耐 但你知道我已经忍了五年了 面对劝和不劝离的善意 乐地只能一再重复人尽皆知的痛楚 玩具排山倒海的劝和 既然回头无望 记者索性展望未来 婚姻问题是否已经有了新计划 乐地叹息道 短时间内我还不想考虑 有一次创伤是很不容易复原的 聊到近期生活 乐地表示平常出了拍戏 就是在家陪伴女儿明明 最近为了散心 偶尔也会去打保龄球 见记者一脸不幸 她解释自己并不弱外表柔弱 可以拿12磅重的保龄球 最高记录有216分 又有人询问她与林波是否因梁柱失和 不相往来 乐地笑说 这完完全全是误传 我和林波最近在香港 还时常一起玩保龄球呢 因为这项新兴趣 乐地与一些朋友恢复联络 其中也包括当时刚加盟邵氏的高远 对于衍生而来的绯闻 她坦言两人在长城时 因为同样喜欢篮球成为亲近的朋友 但那已是不满20岁时的事 之后两人分属不同政治立场的电影公司 高远也与自己的好友陈思思结婚 两人十年未曾谋面 球馆重逢纯属巧合 乐地底台时身形瘦弱 众人莫不希望她多吃一点 品尝国宾饭店的川菜时 她捧场称赞 我就是喜欢吃这辣辣的真够味 乐地表示最近也在学烧菜 哥哥是幸运的品尝者 只是对雷震而言 似乎不全然是件好事 乐地满脸笑意爆料 你们猜雷震吃了怎么说 太咸了太生了 她形容雷震 吃什么都要煮得很熟 并且趁势感叹 我哥哥真该找个太太了 有趣的是 乐地经常夸赞台湾女孩漂亮朴素 不止一次替太老实的哥哥征婚 访谈过程中 乐地透露 有一代女儿到台湾定居 起心动念的理由 源于香港当时的社会动荡 左派受文化大革命影响 发起对抗港英政府的行动 从最初的示威罢工罢事 转变成暗杀直菠萝 港人称手榴弹为菠萝 由于局势一度混乱 使不少经济许可的 港人谋生移民念头 乐地因此也有了类似想法 假使找到适合的房子 不久的将来 我会把家从香港搬回国来定居 乐地屡次表示来台定居的打算 除了考虑明明的教育问题 也受到香港六七暴动的 不安氛围感染 只是乐地返港后 顺利为明明找到理想的学校 也在附近购置房产 来台定居的计划也就仅止于此 5月3日 乐地抵台隔天 接连拜会国民党中央党部 文化局教育部 中影台制等官方或办官方机构 紧凑形成令她十分疲倦 晚饭前就服下安眠药就请 5月4日 乐地在联邦总经理沙蓉峰夫人欧木兰 导演员邱峰陪同下参观石门水库 她穿着自己设计的浇油服 纯米色西式上衣 胸前与袖口戴着白沙荷叶边 下身着细脚管长裤 凸显修长纤细的身段 闻风而来的影迷君赞不绝口 当天晚上 乐地因重感冒扁条线发言 原定南下参访的行程全部取消 接下来的三天 乐地都在饭店休息 直到5月8日 才抱恙参加江苏同乡会举办的晚宴 5月9日离台前 乐地在受访时满怀歉意 拜访都去了 有力我没有去 我不舒服病了 来了一个礼拜 病了五天 到现在还没怎么好 行前乐地含笑允诺六七月再来 好好欣赏祖国中南部的风光 可惜约定未能实现 后话是 七八月时 七海与中影分别邀请乐地主演芯片 可惜电影无法配合她在港设置 以便照顾女儿的条件值得告吹 不久 她以港币6万元在九龙 借现街购买一层新楼 又花费4万元修成二房二厅 数月位在水银灯下工作的乐地 心情显得轻松愉快 困扰多时的失眠症逐渐痊愈 身体也不负之前鲜弱 谁能料想 乐地竟会在五个月后香消玉允 故事回到乐地的离台记者会 她见众人对感情师依旧穷问不舍 为了转移话题 值得使出悬之又悬的神灵说 乐地表示 她曾与几位亲友在家中问蝶仙 自己未来的婚姻 据蝶仙显示 她将来的婚姻对象落在祖国 而且姓王 遗憾的是 这次回国期间并未遇到 这位命中注定的王先生 乐地笑颜 希望下次再来 蝶仙的显示能获得实现 乐地的王先生说 令我想起先前的鲑鱼之乱 只要性命中有鲑鱼二字 就能和朋友在寿司狼尽情吃到饱 如此优卧优惠 立即引爆全台改名热潮 1968年的男士们耳闻姓王 就有机会成为乐地的真命天子 不知道会不会也兴起改姓的念头呢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